之前講完輝哥任內斷交的國家以後 這次來講之後的故事 2000年發生了大家都想像不到的事 那就是政黨輪替 呂副總統接受採訪時曾表示 因為當時南北韓剛舉行高峰會 韓國總統金大宗獲得了諾貝爾獎 阿扁的目標也希望能跟中共搞好關係 希望可以得個諾貝爾獎 但結果你知道的 總統就職典禮後 方交國就立刻斷交了 讓扁哥氣氣氣氣氣 所以在當時民進黨黨主席就職典禮上 稿子唸完以後就脫稿宣布 中國台灣一邊一國 只能說年輕人還是太衝動了 你畢竟他太年輕了 明白這意思嗎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阿扁任內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吧 我們先來講馬其頓王國 他位於巴爾幹半島上 1991年南斯拉夫解體 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獨立 改名叫馬其頓王國 1997年我們積極找新朋友 所以找上了正在選舉的他們 也找上了當時的兩個反對黨 而選舉過後 這兩個反對黨都選得不錯 但總理跟總統在不同的政黨 兩個人是政敵關係 但主要的權力還是掌握在總統手裡 時任外交部長胡志強為了跟馬其頓建交 答應金援一億五千萬美元 在強哥任內付了一億四千五百萬 阿扁付了最後的五百萬 但拿完五百萬以後 邦交只維持了不到兩年 因為這次是總理跟我們建交 但是總統不同意 所以時任行政院長蕭萬長 在馬其頓訪問時居然見不到總統 從建交到斷交這兩年半的時間 中華民國駐馬其頓的大使 始終無法成立道任書 因此建交關係名不符實 2001年馬其頓政府高層人事變動 新上任的副總理、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 都不希望繼續跟我們建交 為了維持邦交 外交部長田宏茂在同年6月出訪馬其頓 但馬其頓外長拒絕見他 而台灣的輿論也普遍不認同金錢外交 馬國也曾在記者會上表示 馬其頓的外交部已經計劃 跟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之後就宣布跟我們斷交 跟中共建交了 而我只覺得我們單純被坑了 至於這個詐騙集團 嗯...是馬其頓過得怎麼樣呢? 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解體之前 這裡就是最貧窮的地區 後來社會經濟轉型 區域局勢動盪不安 後續內戰不斷凝固了身 至今還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失業率達到了30% 諾魯這個國家大家最近可能有點熟悉 沒錯!它就是最近又跟我們斷交 目前它已經跟我們斷交又建交兩次 位於西太平洋上世界第三小的國家 諾魯1968年諾魯脫離澳大利亞獨立 在1990年跟我們正式建交 建交時我們協助他們改善 水電、電信系統等基礎建設 省建國營美輪飯店、國民住宅 舉重賽場地暨選手村 還派出了農技團改善當地的水產養殖 諾魯民間的民用大都來自台灣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 中共積極拉攏我們的邦交國 不少國家也藉機打著中共牌 向我們施壓想撈點好處 2002年諾魯改跟中共建交 但在隔年又關閉了中共的大使館 有說法是中共達成了目的以後 錢就開始給不到位了 所以2005年以後它又跟我們建交了 可能我們做人比較老實一點 很乖乖給錢給資源 而諾魯其實這種手法用的也挺溜的 他在2009年承認俄羅斯福祉自身從喬治亞獨立的南澳賽迪亞 以及阿布哈茲 所以獲得了俄羅斯的援助 諾魯人口只有一萬多人 所以用外交來換錢的話 對諾魯來說真的挺划算的 2020年他又跟我們斷交了 中共在2023年就開始接觸諾魯的政要 想用經濟利用諾魯外交轉向 諾魯對我們的援救方案進行比價 聽說諾魯希望我們能提供給他們的援助金額 相當於他們國家總預算的一半 可見中共答應提供的金援 應該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能力了 那諾魯現在過得好嗎? 他從1999年開始 因為島上的礦業資源開始匱乏 以前也沒成功推動產業升級 全島的失業率高達90% 過去太平洋上的科威特 從已發展國家的經濟水準 融為第三世界未開發國家 到現在還在為國家預算到處籌錢 賴比瑞亞位於非洲 是第一個宣布獨立的非洲共和國 是非洲第一個也是最古老的現代共和國 它是在非洲爭奪戰裡面 保持主權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在1960年跟我們建交 在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跟我們斷交 但好景不長 1980年因為軍事政變 開始了20多年的政治不穩定時期 不過在1989年時 新總統表示希望能跟我們維持外交關係 邀請我們的總統李登輝 前往參加就職典禮 並同時承認中華民國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 又稱賴比瑞亞是主權國家 有權跟任何國家交往 但中共聽到了以後 就覺得大逆不道 跟他們斷交了 但因為內戰還在繼續 中國就趁著賴比瑞亞內戰 利用賴比瑞亞跟他們建交 至於現在他們過得怎麼樣呢 因為經歷了兩次內戰 2013年到2015年 也曾經爆發致命的 伊波拉病毒 接著又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國內情況不是太好 有53%的人表示 自己在過去一年裡面 曾經有東西被偷過 加上有29%的民眾說 他們曾經遇過搶劫 81%的民眾認為政府貪污 他們不只身陷經濟困境 在政情跟治安方面也很慘 接下來講多米尼克 他位於加勒比海地區 在1978年獨立 1980年獨裁政府被推翻 因此國家開始興旺 在1983年跟我們建交 多米尼克曾經多次 支持我們參加國際組織 從建國開始上任的總理 都跟我們挺友好的 但2004年上任的史卡利總理 居然用跟中共建交來威脅我們 要我們交出將近5800萬美元 但因為我們當時民間 普遍對金錢外交帶來的成效 多半是負面的 不太支持繼續維持這種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答應 不久後的多米尼克 就跟中共簽了建交公報 那現在的他過得好嗎 他們的國民主要收入 是靠農業跟觀光業而聞名 但最近他有一個 吸引人關注的議題 那就是為了吸引外資而開放的 投資入籍計劃 這計劃讓尋求身份庇護的人 有了機會 但也讓多米尼克蒙上了洗錢的陰影 這個計劃 吸引了很多有錢人和企業家 但也有一些擁有大量非法收入的人 不事單單想透過這個計劃洗白 比如2021年台灣通緝了王派鴻 他涉嫌涉入幾十億的詐騙案 後來王派鴻成功拿到了 多米尼克國籍逃離了台灣 由此可知 多米尼克儼然成為 國際犯罪分子的庇護所 萬納杜位於太平洋 他是目前為止 跟中華民國維持邦交最短的國家 時間只有短短7天而已 他在1980年脫離英法殖民地正式獨立 2004年總統默和密訪台北 跟外長陳唐山簽署 互相承認和建交公報 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但就在回國以後 內閣馬上撤銷了 跟我們的建交公報 議會也馬上對沃哥提出不信任案 邦交只維持了短短7天 隨後萬納杜政府發出聲明表示 強調一個中國政策 並向中國致歉 當年還爆發 中共要求萬納杜內政部 禁止台灣旅客出境事件 說信我們提前得知 敢赴機場解除危機 那他們現在過得好嗎 因為地處遙遠 他是世界上最後一批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的國家之一 在2020年為了吸引外資 同樣推動了投資移民 萬納杜擁有大英國協的 會員國身份 有很多地方的免簽 所以也成了犯罪分子的 另一個庇護所 格瑞納達位於美洲的西印度群島 就是當初哥倫布發現的那個 先後曾被英法兩國輪流佔領 在1974年宣布獨立 但目前還是大英國協的 會員國在1989年跟我們建交 還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發表聲明關切 我們也在2004年 他們遇到颶風侵襲 災情嚴重時伸出援手 提供了大概20萬美元的物資 還有把原本用於民生計劃的150萬美元 改為免提計劃的贈災款 另外還同意提供800萬美元的災後重建 但他們卻恩將仇報 在不久以後 格瑞納達的總理居然前往北京 跟中共說要建交 想要威脅我們多給點錢 一口氣要了2億4千5百萬美元 這個金額快超過我們國家年度預算了 我們沒答應 所以他們就跟中共建交了 那他們現在過得好嗎 目前格瑞納達是 加勒比地區犯罪力最低的地方之一 在2021年年底 聘請了區塊鏈創業家孫宇淳 作為WTO的代表 成哥認為格瑞納達過度依賴多邊貿易 實施電子商務跟數位經濟 將可以緩解通孔的問題 就目前看來似乎達到了一定的成效 接下來講西非的塞內加爾 跟我們建了又斷3次的國家 1960年他從法國獨立以後 我們馬上承認了他們的主權 跟他們建交 我們跟法國斷交以後 法國的重屬國 有些也跟著老大哥的腳步 跟我們斷交了 塞內加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後續兩蔣政權表示 願意提供一部分的金援 所以在1969年跟我們復交 但不久後我們退出了聯合國 塞內加爾就決定承認 中共政權跟我們斷交 1996年剛剛經歷經濟危機的塞內加爾 在金援外交的攻勢之下 跟我們建交 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半個世紀以來 他們都在我們跟中共之間搖擺不定 2005年他跟我們第三次斷交 總統瓦德智函陳水扁總統 宣布跟中共復交 跟我們維持經濟、商業、文化關係 並在韓中表明 國家間沒有朋友 只有利益 據當時外交部了解 中共提出2億美元的援助 作為建交的條件 還表示會幫他們建一條河底隧道 塞內加爾最近過得怎麼樣呢 因為他們境內有產瓦斯 俄乌戰爭爆發以後 德國積極跟他們接洽 展開天然氣跟可再生能源的合作 以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對於俄烏戰爭他們跟其他非洲國家態度一致 譴責入侵 但呼籲和平對話 盡量不選邊站 2021年爆發反政府示威的暴動 現在還在持續中 但規模已經逐漸縮小了 查德位於中非 全國幾乎都是沙漠 1960年從法國獨立 1962年就跟我們建交 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 他們選擇跟中共建交 1996年他們通過公投頒布新憲法 選出了新的總統 選擇向比較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靠攏 在隔年建交 這背後當然也少不了錢錢的努力 陳水扁時期 我們曾經幫忙興建 橫跨境內最大的河流 沙里河連接首都跟南方的橋樑 到今天還是具有 重要戰略意義的交通要道 整天都有軍警駐守著 被當地人稱為台灣橋 2006年跟中共建交 差點演變成嚴重的外交事件 因為中共想給我們個下馬威 跳在時政院長蘇貞昌 已經搭上了飛機 準備非查德參加活動時宣布復交 查德政府還要求我們的使館人員 立刻滾 還好當地的僑胞即時掌握訊息回報 才避免了我國官員降落了非邦交活 陷於中共之手的危險狀況 成功阻止了這場陰謀 查德是目前全世界最貧窮 政治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人類發展指數是非洲倒數第三名 民主指數是全球倒數第八名 比中共跟夜門還低 全國有40%的人口處於貧窮狀態 有28的孩子過不了5歲生日 近年也深受極端組織影響 時常看到武裝組織火拼的新聞 因為是前法國的殖民地 所以到了今天 查德還處在某種程度的法國控制之下 也引發把法國趕出國土的討論 2021年前總統暫時沙場 現在由過渡軍事委員會掌權 和解會議多次被推遲 權力的交接進度就沒人說得準了 格斯大黎家位於中美洲 1941年跟我們建交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 還是保持邦交關係 在斷交以前 他們多次在國際上幫我們發聲 希望能在國際組織裡面看到我們的身影 並且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主動聲援我們 譴責中共不應該再起戰端 2007年在建交66年以後 他們跟我們斷交 當時有9名的歌國學生 在台灣學習中文並攻讀學士 我們在兩國斷交以後 還是繼續提供獎學金 讓他們能夠完成學業 算得上是有情有益了 當時外界推測 他們跟中共建交大概有3大理由 第一 這是符合歌國政治正確的立場 合乎世界觀 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再來他們當時迫切渴望 在2008-2009年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 非常任理事國 而中共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可以幫他們達成目的 第三 中共願意提供4億3000萬美元的援助 讓他們無法拒絕 更不用說跟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對接 貿易跟投資帶來的利益了 我們不是不願意 更多的是給不 但其實我覺得就算是給得起 我個人也不怎麼想給就是了 各國現在是中美洲其中一個經濟最好的國家 人均所得跟人類發展指數都算是名列前茅 生活品質比周圍的國家好 2016年還提出了人道主義橋樑計畫 讓自己成為尼加拉瓜、海地、古巴跟委內瑞拉 這些國家移民的中繼站 他們也吸引了很多歐美遊客 因為這裡的環境保育非常成功 但在2022年 他們卻成為駭客攻擊的目標 至少有29個政府機構受到攻擊 被要求超過2000萬美元的贖金 這提醒我們網路安全的重要性 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對企業來說都是 接下來講阿扁時代最後一個跟我們斷交的國家 馬拉威位於非洲東南部面積是台灣的三倍大 人口1700多萬 但也是個內戰平凡的國家 1964年脫離中非聯邦獨立 邀請我們參加獨立慶典 兩年後跟我們建交 但在2007年跟我們斷交 因為中共答應給他們10億美元 協助他們開發天然氣資源 還支持他們國家的基礎建設 但後來馬拉威後悔了 因為中共沒有履約 當時的馬拉威正受到艾滋病威脅 整個社會陷入了恐慌之中 當時台灣的醫療團隊 在馬拉威建立了全國第一個 專門針對艾滋病患者 提供基尾酒療法的門診 稱之為彩虹門診 成功控制了馬拉威北部的疫情 但隨著斷交 所有的努力都被迫停擺 我們離開以後 中共在2009到2012年 實施了30多項援助計畫 中共驚人的大型基礎建設能力 深深吸引了急需發展的馬拉威 在跟我們斷交以前 馬拉威的通訊基礎建設很差 但跟中共建交不到4年 中興、華為等大型通訊公司 為馬拉威建立了幾乎覆蓋 全國的3G網路基地台 除了大型基礎建設以外 中國製造也隨之湧入馬拉威 現在在這個美人 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的地方 廉價的雙卡手機 甚至三卡手機 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 人手一機的現象 也讓中共在當地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除了公開援助的承諾以外 背後不公開的交易 也為這片土地 帶來了難以估糧的影響 一些高層官員長期以來 透過操弄兩岸關係 來謀取利益 甚至把捐款用來追求私利 進一步侵蝕了 本來就已經脆弱的民族 這樣的貪腐行為 在馬拉威這些 用承認外交來換錢的國家裡面 其實也不算少見 包括施噴外國援助款項 以及高層政治的鬥爭 讓很多外國援助機構 對馬拉威政府失去了信心 部分的援助計畫 甚至因此在2012年以後 被迫撤離或是終止 對馬拉威的農業 以及公共衛生帶來巨大的打擊 更讓困境雪上加霜 馬拉威的公共衛生也挺糟的 常見的疾病 包括艾滋病 小兒麻痺跟禍亂 平均預期壽命 比全球平均還短 只有不到37歲而已 在醫療跟健康都有待加強 好了 說到這剛好把阿扁任內講完了 如果大家還想要知道 接下來跟我們斷交的國家的話 歡迎敲碗就是了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介紹馬英九 還有蔡英文任內 跟我們斷交的國家吧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下訂閱 並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 另外我們的DC群已經開放了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是學習筆記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